来喝咖啡来自复理乡返乡青年陈子叶热爱咖啡的他 将家乡所种植荒废已久的咖啡园 重新细心照料 自创了马家路庄园品牌 也因为家里是种米又种咖啡 因此他就把这两大元素结合 变成了店内的招牌米咖啡 而今年参加花林县精品咖啡评鉴 以红豆汤般的甜美滋味 获得了银牌奖的殊荣 这杯热咖啡上头除了有奶泡之外 仔细一看竟然有一颗一颗的米香非常特别 这是来自布里返乡创业的陈子叶所发想出来的米咖啡 浓浓的在地布里风味 刚好想说至少我们家这两种东西都有 然后又现成了 那我就把它结合看看 然后想说其实之后还研发过 大概一两个月以后想说 这样的结合方式是最多人可以接受 又觉得最好喝 然后又有饱足感 33岁的陈子叶曾经在知名连锁咖啡工作 因为热爱咖啡将家乡所种植荒废已久的咖啡园 重整细心照料之后 自创马家路庄园品牌 包括咖啡处理法 烘焙技法都是从零开始 今年第一次报名花莲县精品咖啡评鉴 以红豆汤般的甜美滋味 获得银牌奖的殊荣 目的是希望让大家都能尝到 不理在地的咖啡味 我们家自己有种咖啡豆 然后我想说可以怎么融入当地的特色 然后也能把我们家乡的豆子的味道 就是展现出来 所以之后有再慢慢研究说 要怎么可以发想我们台湾的豆子 陈自叶的咖啡庄园就在马家路的山区 是外公外婆所留下来的一两千颗的咖啡树 采收咖啡豆之后 从水洗发酵等处理法 以及咖啡烘焙等等 也是一路自己找老师上课 慢慢摸索出窍门 不只是咖啡也要有在地的复理风味 自制的蛋糕点心 也是使用在地的米股粉米肤等等 让来复理游玩的民众 吃到最在地惊艳的美食 记者高双双 不宜相采访波动 到下了 对